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更为魔术增添了几个神秘 魔术剧场一组三分钟 白天又刚好下了一场雨更是人爽 我那么近距离都看不出什么破窄 真的很神奇 主要是下雨嘛 也挺舒服的 六月以来 魔术秀平均每天晚上单场接待游客量 达到500人次左右 周末经常满园 眼看着游客越来越多 原本每天只有晚上一场表演 现在周末增加至两场 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10人增派至15人 那我们的环境呢 是非常的清凉舒适 在演员的夏天底下 在那边坐一个小时也感觉非常的凉快 就是我觉得 希望能有更多类似于这样的活动 来发展起来 然后让我们晚上有更精彩的活动 可以去参加 这边魔术表演喝彩声不断 那边景区里夜市的叫卖声 更是此起彼伏 这家夜市从6月下旬开始营业 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吸引了数十家团圈 从文创产品到瓦工的时 可谓琳琅玩 在上面有很多小零件之类的 我们男孩子嘛 都喜欢这种类似机械风的 那这样的世界 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喜欢市集的 对不对 木头跟一些金属结合 碰撞出来一种新潮的玩意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您这边的话主要是 卖一些什么样的小玩意 就是一些非宜渣染 然后手工制作的 对然后像这些都是自己渣 然后自己焚起来的 像你这边的话 每天能卖出多少呀 像我这边的话 每天该几百块钱肯定是有的 是有的 摊主人告诉记者 这里的三十多家摊位 每家每月需缴纳200公租金 承租后只需负责销售 场地的垃圾处理 桌椅配置等都无需管理 全部由出租方负责 这是手工作品吗 对 自己都是一些毛线锅的手工作品 陆文正和妻子都是喜欢手作的人 批量勾置的玩偶 发卡 小花等作品 做得微妙微笑 夫妻俩经常参加德青县的各类市集 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租向一个摊位 向路人展示自己手艺的同时 还能补贴点家用 那这一盆多少钱啊 一盆的话我们正常卖的话 是二十块钱一盆 天门多的时候三四百块钱 除了近山消暑 漂流避暑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位于德青夏祖屋街道的 另一个度假区内 全长3.2公里138米 超高落差的主海漂流 早已迎来众多热情的游客 夏天玩漂流真的绝配 水打在脸上真的超级爽啊 像我们目前接待游客的话 日均的接待量是1000人次左右 像周末的话可能会人数更多一点 达到2000至3000人 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主海高空缆车 游客可以乘坐缆车到达我们的山顶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天气漂流 为游客带来一个凉爽的体验 随着漂流的客流不断攀升 户外咖啡厅 天幕帐篷 星光露营 亲子活动也纷纷火了起来 我们把一些原先在户外的一些 咖啡厅啊一些休息场所 我们大部分额外做了一些天幕的帐篷 在边上加装了那个乘凉的一些工具 游客可以在里面乘坐啊休息 针对小朋友天气比较怕热啊 我们也是额外增加了一些室内 带空调的一些休息的场所 假期以来 截止目前 夏祖湖辖区总共接待游客 突破10万人 较去年同期增长20%左右 那么人均客单价呢 也将近300元左右 对于周边的村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呢 都是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作用的 内陆城市不靠海也能乘风破浪 城市里的人实对海洋是非常渴望的 炎热高温下 商家如何绝经清凉经济 那如果我们在滑行的过程中 如果有船只向我们靠近 我们要停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把桨插在水里面 这个叫挡水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月以来 成都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 高温蒸烤模式下 水上运动开始在这个内陆城市流行起来 奖板潜水翻船 甚至眼下十分流行的冲浪 人们都能在成都找到相应的运动场所 城市里的人实对海洋是非常渴望的 那室内城市特别是远离海洋的 一种内陆城市 它非常渴望能够接触到冲浪间运动 今年26岁的陈洛逸是实打实的冲浪发烧油 这么有意思的项目只能在海边玩 如何能不去海边 也能体验到冲浪的快感 这是海外留学回到成都后的陈洛逸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21年夏天 它的第一家室内冲浪俱乐部诞生了 在常人看来 想要在水里站起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更不用说还要在冲浪板上踏浪飘移 但是全灵友好 全灵参与 正是冲浪的魅力所在 只要接触过的人就会发现 实际上这项运动的门槛并不高 我第一次来 我本来对冲浪还是挺害怕的 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次来这边差不多 也就花了三四百块钱吧 就体验了一下在海上冲浪的感觉 实感受还是非常的真实 我觉得就又减肥 然后又不晒 然后还好玩 还很刺激 好玩 刺激 气温冲上40度 玩水的热情也飙到了新高 初学者跟随教练站上冲浪板 借助牵引绳或栏杆尝试平衡身体 玩得好的选手借着水的冲击 踏浪前行 潇洒旋转 大太阳太大的时候 我们也没办法在户外 进行太多剧烈的运动 但是水上运动来说还是不错的 眼看着冲浪运动受到热捧 陈洛毅最近也趁热开出 早场夜场 延时冲浪派 自从六月入夏以来 我们其实每天都是一个比较爆满状态 特别是周末我们会开放早场 基本上周中客流会稳定在60人以上 周末的话会稳定在100人以上 近个雨来我们的营业额 大概是在50万左右 然后相比我们第一家店的话 至少有50%的一个提升 得益于成都星罗旗步的河湖水域 各大湿地公园的湖面上 热爱运动的成都人探索出 各种新奇好玩的水上运动 你好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收费的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独木舟 双人舟的话60分钟是158是吧 对 热气退去的傍晚 在兴隆湖水上运动中心的码头 以家庭为单位 前来参与独木舟 皮滑亭等 水上运动的市民 常常在此排队等候 然后如果我们在滑行的过程中 如果有船只向我们靠近 我们要停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把桨插在水里面 这个叫挡水 像周末的话 我们体验的 岸上一般会排20 30个人左右 人多的时候我们还会限制客流量 就要保证我们在水面上的船只 再达到一个口控的范围也累 兴隆湖拥有4500亩湿地水域 泛舟水上水草摇曳间 数十种沉水植物 构建了一座水下森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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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环境好啊 我就住这附近 然后带孩子 然后出来放松一下 运动一下嘛 挺好的 坐在船上 那个风吹着也很舒服 然后整体就是很开心 今年1月 成都新龙湖 与深圳大鹏湾 厦门浪漫县 北京大运河等单位一起 成功入选第一批 15家国家水上海上 国民休闲运动中心 试炼单位 我们为市民提供了 我们的皮花艇和独木舟 这两个比较大众的一个水上体验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些 我们像OP帆船和那个我们的那个 蒋板 陆下以来嘛 因为天气比较炎热 我们的那个就是经营时间 是从那个延长至我们的晚上8点 夜间游玩 水上运动等本地项目 在这个盛夏受到追捧 另有一些人为了避暑 愿意开车几十 甚至上百公里进山纳梁 八百里青江源头 武林山区腹地 避暑销下带火民俗旅游 我们是第一发作先行 已经没有房天下了 从游客到市民 清凉经济 为何能引来候鸟常驻 某道阵的维棋 吃几张杯子 没有下午会下围棋的 所以说我想从孩子们交起来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们是跟你话说 先行已经没有房天下了 你们一起几个人呢 好吧好吧 我在那个上天 那个过床过来谢谢 正在接电话的是 民宿老板张娟 他开的民宿 位于湖北省立川市梁雾巷 这里因梁风席人雾气满天而得民 张娟的民宿建筑风格 仿造当地土家族吊脚楼 依山而建 飞檐翘角 回廊吊柱 颇有民族风情 每年暑期 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此避暑休闲 张娟的民宿虽然已经满房 但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游客 联系他 希望能来住上几天 交谈中张娟得知 这些客人来自湖北隋州 是年龄相仿的朋友 一同相约来立川避暑的 在这地方我已经来了七年 连续七年 这边已经凉快 我们都是热 连续七年来立川 最吸引老夏和朋友的 是当地凉爽的天气 立川位于武陵山区腹地 八百里青江 就发源于此 全域森林面积约 472.7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68.4% 夏季平均气温22.2度 被称为中国凉爽之城 今年6月 立川还被评为 2023避暑旅游优选地 我们基本上就是七月份 出来呢 到八月底左右 我们就回去了 现在我们的七月 三十八到一天 我早上起来有点冷的 我就把那个外套吧 还舒服啊 这边舒服 我买了以后我就没做汗 这边还没做汗 而且它也有点凉 跟老夏抱有相同想法的游客 不在少数 张娟的这家民宿是2019年开的 五年的精心经营 客人越来越多 口碑也越来越好 去年七八两个月的收入 就有十几万元 今年暑期刚刚开始 房间就已经住满了 为了让客人住得舒心 张娟不仅在院子里新栽了绿植 安装了小朋友喜欢的蹦蹦床 还特意请了车里人一起来帮忙 因为这段时间客人多吧 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只有请人帮忙啊 每顿换花样 顿换花样 尽量还是让客人满月吧 一年一年再一年的到这里来 这么远 从长沙开车到这里 有个甲子的 我们自己本地也有啊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我们走到很多地方 看这里 完整 最好 在立川 像张娟这样的民宿经营户 已经超过1600家 独特的地理位置 加上凉爽的气候 不仅带动了一众民宿生意 还创造了直接就业岗位 6000多个 间接带动 三万多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016年以来 立川民宿累计 接待客人1000多万人次 年均经营性收入2亿多元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亿多元 客人来了 不仅要住得好 还要玩得好 距离张娟的民宿不远的梁武乡 关东村做起了水上生意 这条穿村而过的小河 经过村里的改造 成为网红打卡地 鱼鳞坝 之所以叫鱼鳞坝 是因为河中的坝体 被设计成半圆形 堆叠在一起的样子 远看就像鱼鳞一般 每个鱼鳞区像一个个小鱼池 高低错落的鱼鳞片间 流水潺潺 涓涓而下 行人不仅可以画布穿行 还是亲自互动的天然乐园 到了假期和周末 基本上是亲自要 大人把小孩带过来洗水嘛 我们村里就有五六百人 外地人在我们这里避暑 康林介绍 鱼鳞坝刚刚修好时 村里人看见游客多了 就自发在河边摆摊 买些饮料小吃 今年为了规范村民门前乱世摊位的现象 关东村统一规划了四十个小摊位 供村民经营 饶兴桃就是其中一户 在这个不大的摊点上 既有凉皮凉面 也有炸土豆炸香肠 不少游客路过时 都要随手买上一些 这个戴帽子的小姑娘 是饶兴桃的孙女 今年上大学三年级 原本暑期在城里找了份坚持 但这几天实在太忙了 专门请假回家 跟奶奶一起照顾小吃摊 就一天就没吃饭 就吃了一点 她炸的一些土豆什么的 就没吃过饭 人一直在忙 多的时候一千多吧 有的少的时候 一天也有一两 也有几百块钱 主要是夏天这一两个月 差不多一两万是有的 就算这两年的额外增的收入 去年六月份到九月份 我们这个小团位 就是村民嘛 可能在增收 可能在八十万左右 人均的这个收入方面 可能整体来说 可能增加了三千多元 除了短期旅游 近几年来 当地大力发展 全域康阳旅游 一大批避暑小镇 随之兴起 成为许多外地人 在暑期的第二故乡 秋琼是湖北武汉人 2016年开始 每年都会来立川避暑 在这里 她认识了来自湖北宜昌 四川和重庆的三位 年龄相仿的好姐妹 因为爱好相同 他们每年都会相约在这里 共同度过两个月的暑期生活 这座武林山区的小镇 逐渐成为他们远方的家 我们退休了以后就在这里 每年的夏天 我们都会过来在这里欢乐 我们在这里一起做做运动 走走秀 跳跳舞 像秋琼这样 为避暑来当地生活居住的人群 在立川被称作候鸟 据立川市文旅局统计 2022年 前来避暑的候鸟达60万人 直追立川常住人口数量 其中一些人成为新立川人 也为这里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 这位正在教孩子们下围棋的老师 是中国围棋协会职业武断骑手刘丽 也是一名立川候鸟 每年暑期 他都会趁自己避暑的时候 举办免费围棋育苗班 让山里的孩子体验到 中国国粹的奥妙 某道正在围棋吃一张笔子 没有下围棋的 所以说我想从孩子们交起来 我是围棋小将军 我是围棋小将军 在刘丽牵线搭桥下 立川成功申办2023 腾龙洞杯第二届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围棋赛 比赛吸引了来自29个优秀旅游城市的 130多名选手参加 眼下刘丽还有一个新的计划 举办一次围棋下令营 至少三个好 一个是他必许 这个地方都是下令营最适合的 然后附近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然后维棋这个动脑机项目 我们叫维棋特训下令营 这一块我觉得很有潜力的 对当地的经济 是很有影响 发展的影响的 特别是什么呢 在这个两层名片这一块 据了解 为打造后鸟人才聚集栖息地 立川市先后出台 立川市柔性引进后鸟人才 实施办法等政策 在子女入学 住房医疗保障等方面 做好服务保障 并将每年的8月15日 定为后鸟人才日 我们将在立川市服务 从5天到30天 不等的后鸟 纳入后鸟人才库 他们以顾问指导 短期兼职 退休反聘等方式 为立川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聪明才智 越来越多的后鸟人才 融入立川 截至目前 立川市已将约2000名 优秀后鸟 纳入后鸟人才库 为60名高端后鸟人才 颁发聘书 成立后鸟人才工作室30个 对于这些后鸟人才 我们推出了系列优惠措施 比如说医疗绿色通道 民宿免费住 发放交通补贴 旅游联卡 为人才在立川 避暑提供更好的环境 引导他们出力出力 节目中我们看到 成都这个内陆城市 玩起了冲浪 湖北立川用后鸟人才机制 推动旅游发展 这些消暑纳粮中涌现出的 新业态新模式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全国避暑旅游发展报告中指出 中国避暑旅游及相关市场规模 已达1.2万亿至1.5万亿元 避暑经济正成为拉动消费 新的增长点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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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